欢迎收看小春电影 我是小麦 本期要和你分享电影 眼前的生活 戴安娜是个长相甜美 皮肤白细的金发女孩 性格却和外貌恰恰相反 早熟叛逆 狂野冲动 在高中毕业前 她开始不断逃课 和男票欺食大麻 整天滚床单 过起了迷烂的成人生活 为此 戴安娜经常被校长点名批评 她的母亲三天两头就要往睡觉跑 直到戴安娜怀了孕 被男票各种嫌弃 不得不独自去做人流时 两人才宣告分手 女孩的丑事传遍了学校 男生都以为她是个当妇 拼命寻找各种机会搭讪 碰到极端情况 戴安娜只能使用暴力 对付阶级骚扰自己的男生 直到女孩莫林的出现 她的生活状态 才渐渐地改变 在此期间 戴安娜仍然自暴自弃 在更衣室公然吸大麻 幸好被莫林好心提醒 才没有被老师抓到 躲过了被学校开除的惩罚 也就是因为这次的事情 戴安娜对莫林幸存感激 打心底认为对方的人品不错 而莫林是个传统保守的女孩 信仰基督教 为人善良 做事有度 她不但没有排斥戴安娜 反而两人越走越近 整日形影不离 成为了密不可分的闺蜜 有了莫林的陪伴 戴安娜不再虚度光阴 比如 当戴安娜遇到困难时 莫林会伸出手帮她 当戴安娜心情愉悦时 莫林会陪着她去游泳 有开心的事会各自分享 有痛苦 也会向对方倾诉 尽管两人会有一些摩擦 避免不了一些口角 可吵过闹过之后 很快又互相道歉 依然是彼此最信任的依靠 时间异常 戴安娜从一个喝酒抽烟 纹身的坏女孩 变成了一个安分守己 热爱学习的乖乖女 可正当一切要往好的方面发展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向源枪击案 彻底改变了两个女孩的命运 某日一个心理极度扭曲 有着严重精神问题的男生 用一把冲锋枪发动袭击 却向师生死亡无数 现场惨不忍睹 不幸的是 她还闯进了女厕所 把枪口对准了戴安娜和莫林 并扬言一定要杀死其中的一人 这般恐怖的场景 直接把两个女孩吓得胆战心惊 就在戴安娜苦苦求饶之际 莫林却主动站了出来 表示自己愿意去死 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导演并没有告诉我们 而是将时间线切换到15年后 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戴安娜 和当地大学的保罗教授结了婚 剩下了可爱的女儿艾玛 可对于那起校园枪杀案 戴安娜至今仍有心理阴影 她的脑海中 时不时会响起枪声 导致情绪长年低落 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不堪 学校要举办枪击案的纪念活动时 戴安娜选择视而不现 因为当年 闺蜜替自己去死的事情 使她无比内疚痛苦 多年饱受良心的谴责和煎熬 靠着艺术上的天赋 和日后的刻苦努力 戴安娜成为了一名高中的美术老师 但在工作方面非常不顺 她每次讲课认真负责 可学生们却并不买上 反而认为 这些内容枯燥乏味 在这场生活中 戴安娜注重对女儿的教育 时刻灌输各种鸡汤 甚至把她送到教会女校 接受更严格的管教 但女儿艾玛 叛逆又应学 不是犯错 就是逃课 经常被校长点名批评 简直是自己年轻时的翻版 更痛苦的是 女儿的事情还没得到解决 戴安娜又亲眼撞见丈夫出轨 对方居然在大街上 和一个年轻女孩举止亲密 就在戴安娜小上前质问之际 因没注意到交通状况 竟被一辆车当场撞倒 而接下来 糟糕的事情G203的发生 戴安娜在抢救的途中 先是开始产生幻觉 看见自己的下体在出血 可以转眼 医生又表示 她的身体没有大碍 汽车并没有碰到她 当晚 戴安娜苦苦逼问丈夫 质问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可哪知道 丈夫死活不肯承认外面有人 你看婚姻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她的情绪终于崩溃了 丈夫保罗出轨 女儿A妈早出叛逆 之前一直试图逃离的恐惧 再次笼罩着戴安娜 因此 她不再执着自己的家庭 而是决定 面对内心的恐惧 重控母校参加枪击案纪念活动 未到年莫林的死赎罪 可令她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学校方面又来了紧急通知 说女儿A妈逃课未归 警方搜查了所有地方 都找不到小女孩的踪迹 然而在这个结果眼上 导演又插进了两个毫无相关的桥段 首先 戴安娜在上学途中 路过一片埋葬死因的墓地 其中一个十字架上写着A妈 接着 又切换到戴安娜在森林中 走入一拳一拐的画面 当她好不容易找到女儿之际 耳边又响起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 画面继续跳转 又来到戴安娜参加枪击案纪念日式 她告诉工作人员 自己并不是幸存者 直到此时 一切恍然大悟 随着镜头来到15年前 当演开始揭晓电影的真相 原来 凶手杀莫林之前 又将问题抛给了戴安娜 询问她会如何选择 戴安娜想起了莫林 给予自己的关怀和包容 以及假如自己幸存下来 可能会面对的人生经历 随后 她主动要求凶手对自己开枪 放过闺蜜莫林 也就是说 戴安娜才是枪击案的受害者 15年后的生活状况 全部是她自己的设想 戴安娜的丈夫保罗 其实是学校的教授 也是她一直爱慕的对象 让女孩做出生死抉择的 这是她说过的一番话 一个人的未来 决定于现在 想象力可以让人遇见未来的样子 道德心比任何东西都要重要 所以幻想中照付出轨的女人 其实是她年轻的自己 之所以把自己想象成老师 是因为学生时期的叛逆 到处给老师添麻烦 而产生的同情和内疚 她的女儿 是源自对自己堕落的悔恨 这也是她 在生活后毫发未损 却出现下体流血的原因 正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女 所以艾玛的性格 跟她自己很相似 当初和莫林讨论 未来孩子的名字时 戴安娜选择了艾玛 因为无意间看到十字架上 有个死去的婴儿也叫艾玛 并预想出 女儿失踪而亡的结局 可以说 这部电影是 木和兰道的低配版 导演故意打乱了 戴安娜幻想和现实的前后次序 导致许多人看得莫名其妙 为了更好的理解和看懂剧情 解说文案 是按照正常的顺序展开 没有剧透更多的剧情细节 并不妨碍 大伙去刷一遍 观看丁姐说 关注小船电影 我们下期再会